DS经济学 货币需求Money demand 是持有不是使用 Money demand 货币需求 其实就有一个 term 好诗的 叫做Money balance 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Money demand 就是一个计划 想着使用多少 Money balance 其实就是实际使用多少 当然其实就对于你做题目也好 或者你计好 其实差别不太大 不过因为我们现实的例子 你只会见到Money balance 所以之后的例子 其实你看到的都是Money balance 货币需求有个意思 hold是更加重要的 货币需求是不用 那些才叫货币需求 是持有货币 那个就叫货币需求 就是不用的 另外货币需求可以分为 叫做MA和MT 那我们就会再讲的了 有一样东西就要看一看同学 其实很多同学都以为货币需求 是用了多少 但实际上经济学家想 就是多少钱是没用的 那大家要留意 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transaction demand for money 叫做MT 那就是货币 保持着第二次做一个交易 另外一个叫做MASs demand for money 就是做一个储藏价值 那我们会逐样去讲一下 货币需求就是说持有多少钱 但MT就说是拿来做一个交易 其实很奇怪的 你持有货币又怎样可以拿来交易呢 所以正确理解什么叫做MT呢 其实就是 保持着那些钱 将来使用 现在是不用着的 另一方面就有一个货币需求 叫做assass demand for money M8 它也是持有货币 它那个的用途就是保存价值 但是一个地方很奇怪的 就是它没有回报 但是就可以保存价值 那为什么呢 持有货币其实就没有回报 风险是比较低一点 而那个流动性 就是转变到其他资产的成本 是最低的 那相反 如果持有债券的话 那是有回报的 但是风险会高一点 那那个风险会高一点 因为如果一家公司倒闭的时候 那你就拿不回那些钱 那流动性也会低一点 如果要转做其他的资产的话 其实那个手续费 也是比较高的 而holding bond的回报 我们有个名称叫做Lominal Interest Rate 那为什么呢 那个的持有货币 其实有一个储藏价值 那其实就是你要和它持有一些币去比较 那持有些币的话 其实会有一个风险 如果有风险的时候 可能持有货币 那但是你持有货币的话 其实就怎么样呢 可以避免了 你把钱放在股市里面 避免了 在股市里面 失去交 那所以呢 就为什么要持有货币呢 有一个储藏价值呢 就是避免了那个股市的风险 那所以呢 粗促一点说 什么叫做一个 NMA呢 什么叫做 资产性货币需求呢 那其实呢 就是代表 一些的限制资金 是不用的 在这里 不敢去投资 所以就放在这里 那因为放在这里 好过在股票市场 我都示范了 那在DXC试验里面呢 有一个很常考的问题 就是问呢 究竟持有货币 比起持有债券来说呢 有什么的好处 和缺点 那现在不如给大家想一想吧 那回想回货币的三个特征 风险 回报 和流动性 货币的好处呢 包括了高的流动性 容易转做其他资产 就没什么损失的价值 那或者你说的风险 是比债券来说 是低一点 因为债券就可能会蝕的 如果一间公司倒闭的时候 而持有货币的缺点呢 其实就是 holding money 就是没有这个return 但holding bond 就是有return的 之前也提过 有一个叫做名义利率 其实名义利率 Long Middle Interest Rate 它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代表了 所有的投资项目 都是只有这个回报率 我再说一次 所有的投资项目 都只是只有一个回报率 很多的投资的书 或者经济学的书 都是这样想的 所有的投资项目 最终都是只有一个回报率 而另外holding bond 其实它的意思呢 就有点比喻的 其实就是 holding bond是代表 投资所有的一个投资产品 并不是 只是说真的买债券 一行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呢 经济学家或者一些投资的 专家会假设 所有的投资项目 都是只有一个利率呢 你可以想一下 譬如有两个投资项目 两个都是要投资 100元 1000元 而投资项目一 那个回报就是100元 投资项目二 那个回报就是200元 所以回报得除了结果 投资项目一就是100元 除1000元 就是10个百分比 投资项目二 得出来的回报率 就是20%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 正常人 你为了赚最多的钱 你就会选投资项目二 如果所有的人都选投资项目二 投资项目二的价钱 就会上升 上升了之后 那个的价钱 就会继续上升 如果继续上升之下 其实那个价钱 最终会是去到2000元 那投资项目一 和投资项目二 现在的回报率 都变得一样 所以在经济学 或者投资学界 就会这样想 就是所有的 因为竞争关系 所有的投资项目 的回报率 最终都是只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例子 Peter就收到20000元 人工 在3月31号的时候 4月1号 他就花了100元 就买食物 30元就乘搭车 200元就买件衣服 5000元就买了股票 其实他现在就剩下14670元 这个例子里面 究竟他总共的 money demand有多少 而在money demand里面 可以分成ma 和mt mt transaction demand for money 和assass demand for money 是多少呢 不如给大家想一下 这个例子呢 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假设了 money demand 和money balance 就是一样 money demand 就是他计划 他会存多少 money balance 就是他实际会 保持了多少 这个例子来说 money demand 在4月1号的时候 其实就是14670 就是他现在 真的持有了多少 而money demand 就是其中的3770 为什么是3770呢 因为他每天都会花130元 假设他吃饭100元 30元搭车 每天花130元 而就成为29天 因为第一天4月1号 他已经过了 即是说他现在就会花4月2号 去到4月30号这段时间 每天花130元 所以就将130元 乘回29天 访问 7月分 arm 科一次看 付加密03元 USB 展现 ërland 非常伊 明天 独特 的这段时间